我从来都没有想过 会来到沧海道馆 来参加国际训练营 要是师傅看到 一定会很高兴吧 只是 我从来都没有想到过 在这里 我会遇到那么多的突然袭击 我要挑战你 我要像曲向南一样 让自己的名字 当同于败类 歌迟吧 这些话 我从小就听了很多很多 但是我相信师傅 相信一个人 就算连他自己都不相信了 你还是会相信 所以我要挑战金衣山大师 那么 请你接受我的挑战 只是我没有想到 因为我的挑战 因为我的挑战 我白师兄和初原师兄 下午团队赛 我们爱要对 向沧海道馆队提出挑战 不管你做出什么样的决定 我都会一直支持你的 我都会一直支持你的 你没事吧 你看我都流成什么样 我都没事了 我都没事了 你看我都流成什么样 我都没事了吗 那男生生死了 如果玩车就好不容易 放得出来逛街 就是应该买东西的呢 就是你 说什么喝深鸡汤 你看我这喝的血流不止了 怪我咯 法爷 刚才也不知道是谁喝完以后 还大喊着 要再来三碗子 你来 你来 我呸 明明就是你说 什么深鸡汤自补又不上火的 我这还没喝一碗呢 就流鼻子 那也只能怪你阳刚之气太甚 你看人家白嫂和光雅 一点事情都没有 哎 法爷 你说你现在这么爷们儿 哪有男生人要钱 是 我就是爷们儿 你没流鼻血 你比我还要女人 那是当然的了 艾佳 哎 刚刚好 很配哦 走 我们雪拼去吧 走 退下吧 见地 我 给艾佳战 哎 这个 这个可以冲吗 哇塞 那个 喂喂喂 高丽参 高丽参 对对对 好 老板 多少钱 十万韩元 你合 小音音 小偷 抓小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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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呀 白草一个人 她又不会来你 这要出来什么事怎么办呀 哎 放心吧 你白草伸手 至少不会出危险了 可是 跟着 她从应该没有走远 应该就在附近的 来 我们去那边找找吧 找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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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 走走走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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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 如何做得更好呢 你是韩国人吗 我有一半是中国人 你这个样子还真是有趣 跟我以前最喜欢那只太鼎熊一模一样 我刚才是问你 你是怎么做到的 就是你可以腾空这么高 是怎么做到的呀 这个是我的秘密武器 你好勇敢 自己一个人在转小头 可是我刚才在大街声喊的时候 都没有一个人愿意帮我 当然了 这里是韩国 讲的是中文 当然没有人会理你 最好 你来玩吗 自己一个人 不是的 我是和我的朋友 不好意思 我要进去找他们啊 好啊 那下次见 开地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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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想看啊 如果你到了韩国 一个人走这儿街上迷路了 又没有手机可以打电话 若白和书院会不会担心 那你算不算是给他们找麻烦呢 所以充电器随身WiFi充电宝 全都给你在这里啊 小云他们的号码是什么来着 怎么只有挺好姐妹一个人的号码呢 喂 我把你这个破手机打开了啊 给你打了多少个电话你一直不开机 我告诉你 你要是再关机 我就打给若白 让他逼着你回电话 我听到前面了 怎么了 听起来这么可怜 你走丢了啊 是 我迷路了 和小云他们走散了 你现在在哪儿 我也不知道 我像是在一个大学的旁边 我去抓小偷 然后从停车库出来之后 就不知道在哪儿了 抓小偷 小偷抓着了吗 当然抓到了 我 这不是重点吧 我知道 只要你人没事就好 这样 你打开你手机里的定位系统 你发给我 我马上找人去见你 好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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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羊 要不然我们报警吧 对 报警 手机 喂 挺好前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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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你稍等一下啊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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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现在在这儿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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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煨 请问是七百草吗 不是 您好 我是方氏公司 对韩国首尔的公司代表 方先生叫我来接您 喂 怎么样 联系到我派过去接你们的人了吗 接到啊 小英我也联系到了 她马上就会跟你们会合 这位镇女士 我把你们一起送到长海道馆 好 老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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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哪儿了 吓死我了 刚刚你去追我们就跟上去追 可是突然就不见了 到底去哪儿了你 吓死我了 看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我不是都说过了吗 白草又不是傻子 而且 就算白草走丢了 咱们大家一块都回长海道馆 这也就是 我担心懂不懂 也不知道刚刚谁记得说来报警 对不起 让大家担心了 买好了 先回去吧 你好 请问这辆车是来接我们的吗 是的 我是来接七小姐的 行 那照车吧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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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啊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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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呀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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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差啊 erhalten快点点 走哪儿 走啊 我差出了 好好想吃哦 走啊 再��고 庭浩前面家有钱 可是我没有想到 他们家居然这么有钱 对了白嫂 庭浩是怎么站在这里的 喂 找到了吗 已经找到了 现在正在回长海道馆的路上 谢谢你 庭浩前辈 谢谢你 对了 那个金敏珠 是不是最近在找你麻烦 这小丫头 几年前我就见过她 真强好胜 一点都不服输 她的父亲金一山 在十二年前 输给了一个积极无名的人 而这个人 就是你的师父许向南 她也是那个时候出的事 金敏珠因为此事怀恨在心 我怕她会故意找你麻烦 你记住 一旦出了事情 马上找她的师兄名声号 她最怕她了 如果摆不拼 记得打电话给我 好 在外面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知道了 好 拜拜 她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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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怕她也说话 我怕她生意 所以她说了 来 恩秀 我昨晚看到一些东西 什么东西 昨天晚上我看见一个女孩 深夜的时候进了出园前辈的房间 你做梦的吧你 你就算做梦 你也能不能不要把这么龌龊的梦 放到出园师兄身上 你才做梦呢 我说的是真的 我昨天晚上有点睡不着 然后我就想出去溜达溜达 然后我走到出园前辈房间附近的时候 我就看见一个身材修长 背影清秀的女孩子 在敲她的房门 然后只听吱嘎一声 出园前辈就把房门打开了 你在看鬼边呢 又是女鬼又是吱嘎 现在哪有人还用那种吱嘎吱嘎的门啊 你听不听 不听我不讲了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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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听吱嘎一声 出园前辈就把房门打开了 然后月色中 出园前辈美得像个仙人一样 她深情地望着那个女孩 那个女孩也深情地望着她 她好像好久好久都没有见过那个女孩一样 目光都不舍得从她的脸上离开 你写小说呢 这么皱麻 我门的事你根本就不可能 那个女孩也深情地望着她 然后这个时候 忽然 那个女孩一把抱住了出园前辈 编 今儿编 你刚刚还是背影 这会儿又是什么痴痴的眼神 你透视眼啊你 我说的是真的 然后出园前辈就也抱住了她 然后把手抱在她的肩上 轻轻地拍了她 然后夜深人静中 只听那个女孩激动地喊着出园前辈 哦 爸 然后你们猜 出园前辈喊她什么 你快点讲吧 出园前辈喊她 恩秀 恩秀 吃惊吧 我当时也吃惊坏了 我想难道这就是被誉为少女宗师的李恩秀 我当时就想看看她长什么样子 但是她一直背对着我 我就看不到她 从后背来看她的气质真的很好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反正就是 就是感觉她的气质与众不同 忽然让人很喜欢她 哪怕只是一个背影 你变态呀 你喜欢女的 哼 一个女孩子 大半夜去敲男孩的房门 那这个少女宗师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吧 嗯 她居然都不参加我们这次的训练营哎 哼 百姿态 不喜欢 哎 只是 这件事我们是不是应该告诉婷姨呀 我觉得 出言前辈 和恩秀之间也没什么吧 也许是一场误会 还是不要告诉婷姨好了 省着她胡思乱想 这样啊 可是 万一恩秀把出言前辈追走了 那婷姨不是会埋怨我们吗 你喝了 嗯 很快走吧 今天是阮秀梅她们队调整 我们去给她们加油 走 我还没吃完马上 别吃了 别吃了 走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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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挺好的 赵银Sudan 这个还给 走啊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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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力相差的也太悬殊了吧 我觉得 还是应该跟实力比自己略胜那场的更似的 才能更有效的比较自己 否则一板结实 勇气是有的 那一输了呢 会不会联赐现实力 绣门他们队也许是觉得 每个队只有一次挑战的机会 要挑战 是挑战最强的 这样即便输了 比高手过招也是一次难得为敬礼 黄色 黄色 金敏柱 加油 金敏柱 加油 金敏柱 加油 黄色 金敏柱 加油 加油 ready stop 加油 加油 卡迹柱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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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过了两年 这小孩子今天会晒 这盆诚信反信呢 真是太编辑了 是啊 我刚刚唱海权还在那儿喊 喊什么喊啊 欺负人很开心啊 这个精灵猪一直这么横 还没礼貌 一会儿被软条没打个哇哇大哭才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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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精灵猪干什么呀 这都递几回呢 每回都那么凶努的精灵 然后就把脚放的胸眉脸仓晃晃晃 是不是超海道馆的人已经教育不了了 今天看起来了 好像在收敛 收敛 你没看见他的脚在顺眉眉然晃在底下 这叫收敛 这要晃我 我一掌就把脚给批个 哎呀 小心 还没有出手 小手就给批个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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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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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尸体 出飞机 金铭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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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件事是你不对 我觉得你应该道歉 这样大家还可以做朋友 你们 不配做我的朋友 金铭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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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秀美好坚强啊 打成这样他还没倒下 这金铭主不让他倒下 金铭主控制了脚下的力道和角度 使得阮兄们每次被踢后 都走遥又晃 还没来得及倒下 就又吃下一脚 是力道的平衡 那么想摔都摔 为什么要这样 金铭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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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ówi 你归 这个金敏珠 真是出尽了风头啊 虽然后面那几个韩国队员也很厉害 但是还是金敏珠那个十八T 让人意象深刻 金敏珠 他根本就不是在比赛 那就是在表演 炫耀 显摆 好像给谁下马威似的 像谁呀 那么你还干什么 他实力的确实非常强 肯蒙都不输给婷姨了 不过更糟糕的是 他这次击败阮秀梅 在积分上大幅度领先 他要争夺最优营员 估计是逃不要和金敏珠一战了 金敏珠 还会再向白桃挑战吧 白桃呢 白桃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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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为金敏珠的连环充微梯 是靠一时 就能练出来的吗 周白师兄 她应该练了很久 你才练了半天 你觉得有可能吗 我知道不行 可是我只是 兄妹是个好女孩 金敏珠却因为故意血氧 把她贴这么惨 实在是太过分了 所以 你是为了报仇吗 你什么时候把袁武道当成报仇谢分的工具了 我 席练袁武道 是为了提高自身能力 而不是为了别的 我知道了 她的那些腿法 你在短时间内学不会 而你的一些腿法 她在短时间内 也同样理不成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 没必要强求自己 扬长必短 这一大限度发挥自己的优势 就可以了 是 我应该好好练我的三连踢 何贝师兄 还是愣着干吗 跟我来训练 是 你们 在 你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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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我 你怎么样 好脸吗 没事 我们继续 修一下 我帮你颜团 Zither Harp 你很喜欢这个饭 是吗 这个是上次郭声乐的时候 初原师兄和道夫一起送给我的 老板 我有这个 这个 是我 谢谢 好了 休息吧 好 休息吧 好 休息吧 好 休息吧 我已经是上药 有事随时来找我 谢谢初原前辈 休美 我给你带药来了 我已经给他付过药了 没事的 放心吧 那我先走了 让他休息一下 你要是没事的话 陪我坐坐吧 白草 我没事 谢谢你 那 你好好休息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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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总是带着这个发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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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上座过生物的时候 初原师兄和道夫一起送给我的 初原师兄 你是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没有 这么明显吗 其实也不是不开心 只是有些心情 离不清 又想见到她 又不想见到她 又想让她知道 又不想让她知道 是那个女孩 是那个叫恩秀的女孩 你喜欢她 但是又怕婷姨前辈会难过 所以你很矛盾 是这样对吗 你想到哪里去了 不过白草 你知道什么是喜欢吗 我知道 喜欢 应该就是 喜欢她 就想要和她在一起 看见她 就会很开心 看不到她 会想她 看到她和别的女孩在一起 轩人哥哥 你还记得她吗 会难过 没错 喜欢一个人 就像你说的这样 就像你说的这样 你的草没发现啊 这个 我也很喜欢 来 所以白草 你有喜欢的人了 是吗 我 这个发现啊 就是白草喜欢的 那个男孩送的 所以你才会一直带着她 对吗 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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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我也有一个喜欢的女孩子 不过 她好像 有喜欢的人了 她不喜欢 初原师兄吗 应该喜欢过吧 只是不知道要送你什么 只不过是因为我离开她太久 不过 等我想清楚自己的心理感受时 发现已经太晚了 那 你难过吗 是吗 当然了 但是她喜欢的那个男孩子 非常优秀 或许比我更适合她 时间不早了 我送你回去吧 明天还有训练 明天还有训练 她就想做过 明天还有她 然后她们有点 她们也会想吃到她 她们有点 就是白草喜欢的那女的男孩送的 对吗 应该是 西列冤枉要遵守最基本的精神 礼仪 廉耻 忍耐 客气 百折不挠 所谓礼仪 指的是西列元武道的弟子 你们知道吗 这个金银山大师很有传奇性的 当年他是韩国李峰赫宗师门下的大弟子 他之所以能成为大弟子 不是因为他是第一个拜师的 其实在他拜师之前 李峰赫宗师已经收了五个徒弟了 你们说是因为当年李峰赫宗师遭遇大难 是金银山大师的父母 把他从恶郎的口中给救回来的 但是他们却因为这件事情死了 所以峰赫宗师把金银山当作自己的恩人 当时是想把一帛传给他的 这 然后呢 后来啊 长海道馆突然出现了一个神秘的男子 叫做李云岳 这个李云岳特别厉害啊 如果不知李一廉耻 那就不配系列元武道了 十二年前 元武道界曾出现一桩丑事 有一位名不经传的选手 他的名字叫曲向蓝 再后组委会检查出他竟然服用了兴奋剂 什么 居然服用兴奋剂 这真是太丢元武道的脸了 这真的 这个 这种脸 作为要遵守礼仪廉耻的元武道界 竟然出现曲向蓝这种的拳手 这是对元武道精神的侮辱和健堂 你知道吗 你是不是一个无耻的人 你师父就是故事里那种大坏蛋 你就是大坏蛋带着的小坏蛋 你跟着你师父 你就是认贼作父 你们都不许说我师父 你你 我 你 好可惜 即便是你 把全世界的人都打败 那过往的时光 也没有办法重新再来 很多事情不是打一架就能解决 师父知道你是一个善良的好孩子 你听不懂别人说话师父那些坏人 可是你越是冲动去打架 别人越会认为师父没有把你交好 师父不希望 你把这些精力统统浪费在大家身上 师父相信总有一天 你会成为一个真正圆舞道的高手 这也是师父这一生最大的愿望 只可惜你跟着我却耽误了你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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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被取消了冠军头衔 而且世界元武道协会 还宣布他终身竞赛 这种可耻的人 以后也不配再教徒弟 金衣山大师 这样当众用侮辱性的语言 去评价别人 会严重损害到别人的名誉 您不知道吗 你说什么 我说的是 您这样当众侮辱别人 实在是一件非常不合适的事情 名誉 对于每一个元武当学手来说 都是真弱生命的 是不可以被随意践踏和伤害的 所以 麻烦您在宣扬元武道精神的同时 不要忘了尊重别人 这个最基本的原则 你是什么神 敢这样跟你说话 可能在您眼中 我什么身份也不是 可是就算我今天才刚踏入元武道的大门 只要我看到您有不对的地方 我依然有资格指出来 接白草 你竟敢顶撞我的父亲 娶向南兴奋计 全天下都知道 你 娶向南弟子 您要是耻辱 你顶撞我的父亲 我要你 道歉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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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把他记成CB 大家等一等 原来 原来 你竟然是 曲向南的弟子 是 我是曲向南的弟子 所以我知道我师父是个怎样的人 他是一个恪守元武道精神 正直善良的人 所以 你不可以 也没有资格在这里诋毁他 不可以 不可以 曲向南 用那种卑劣的手段 取得了 本来不该属于他的荣誉 这是对元武道精神的践踏 纵使 有千万人在这儿 我 金一善 别敢坦荡的 再说无数次 你 你亲眼看过他浮游兮奋剂吗 难道不可能是组委会的检验出了问题 难道不可能是被别人陷害的吗 事情的真相究竟是怎样 你只因为看了一个结果 就这样轻易地下了定论 这样轻易地侮辱别人吗 事实都在眼前 还在这里 胡搅蛮缠 抠出妄言 那个曲向南 就是这样教你的 果然是 有其师 必有其徒 是有其父必有其女吧 大师 金炳珠是您的女儿吧 他 他可是太有礼仪廉迟了 两年前他败给了白草 他一直心里不平衡耿耿于怀 我们前天刚到沧海道馆 行李还没来得及放呢 就被他拦住了 说要找白草挑战 哪是挑战啊 他分明就是摆出来要打架的样子 金炳珠心胸狭隘私下挑战 他师兄让他道歉的时候 他也一副死都不道歉的样子 好多人都看见他 闭嘴 明珠 他说的 是不是实实 他胡说八道 我没有输给七百草 当年 是你们用了诡计 就是诡计 你骗我说他是扫地的 输了就输了 那有这么多理由 金大师 这就是您的女儿 毫无礼仪廉耻 输了还污蔑别人 说别人用了诡计 要是别人不知道的 还以为真的是 有其父必有其女呢 不许 侮辱我的父亲 任何人都不可以被侮辱 我仅仅是你的父亲 金炳珠 我知道你为什么生气 因为我说有其父必有其女 戳着你的痛处了吧 当年金一山大师自负元武道天下第一 觉得冠军就非自己莫属 没想到在第一轮就输给了曲师傅 颜面扫地 所以一直痛恨百草的师傅曲向南 一直恨到现在 所以只要有机会 他就出来攻击和侮辱曲师傅 对不对啊我说的 我金一山一生钦佩强者 如果是堂堂正正地被打败 我没有什么不服 但是败给了曲向南这样卑劣的人 这对我来说就是一种耻辱 那么请你接受我的挑战 因为你误误了我的师傅 所以我要挑战你